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我这边有写什么行李和邮递物品的进口税的简称 是海关对路径旅客行李物品跟个人的邮政事物品所征收的进口税 这个可能看他看的比较绕口 我就直接这样告诉各位 你中国人自己到国外去旅游 或国外去留学 你回中国大陆的时候 你再买的 比如说就是一些所谓的日本的点心 日本的土特产 回到中国大陆他也是要磕的税 他磕的税是什么 就是行邮税 每一个国家都有 像我们台湾也有 我们台湾也有 你到境外去你买 你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在免税商店买什么 可以买一条烟 买一瓶酒 属于免税额 但是你如果是两条烟 你可能就要被磕税 同样的道理 在中国大陆他叫做行邮税 各位可能是说行邮税跟跨境电商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 各位我们也可以用行邮税的方式到中国大陆去 进口到中国大陆 比如说你常常在没有跨境电商之前 以前常常用邮包 比如说你到中华邮政去 你这个东西要寄到中国大陆去 中国大陆那边的收件人 是由中国邮政 他们称为中国邮政 简称叫EMS 来做进行派送 然后派送到收件人手里 那这个东西要不要课税 也要 这个是要课税的 这个叫做行邮税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最下面 你目前进口到中国大陆的跨境电商通关模式中 会用行邮税课税的通关方式 一般来讲就是什么 快递跟邮包 而使用快递跟邮包进口到中国大陆的人 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线下个人代购 或者是这个跨境只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名称叫跨境直购 跟我们所讲的跨境直购 不一样 不一样的直购在哪里 税不一样 跨境直购走的是跨境综合税 那我们昨天讲的是行邮税 那下面我会告诉各位 差异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好 这个是中国大陆2019年 各位可以看一下 橘色部分是2019年的行邮税 那右手边是2018年140号的行邮税 也就是说行邮税在2019年之后 就是从今年开始 它的税额也降低 它也是分商品的种类来进行课税 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看到最右边吧 最后这张图呢 它的奶粉行邮税是多少 13% 抗癌药品是3% 虽然抗癌药品是3%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很少人几乎没有在用行邮税 在送抗癌药品的 这只是定义出来的 但是实际上很少 年久呢是多少 50% 化妆品 这个各位不要经常会用到的 化妆品跟那个洗漱用品 洗漱用品 然后会是50%跟28% 那各位可能会看到这个税额 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情况 各位想说什么情况 你有没有发现行邮税的税者 比跨境电商综合税还要高 还要高 刚刚我们有看到跨境电商综合税 最低几%6% 6点多% 6.3% 那我刚刚有告诉各位 6.8%比较少人会去买 但是都是什么 至少最低是9.1% 那行邮税13% 那李老师你又说 这个有人在用行邮税走 跨境电商商品 而且是线下代购 那怎么会划算 各位有很大一个差异 什么差异 行邮税呢 有一个50块免税额的优势 什么叫做50块免税额 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是跨境综合税 跟行邮税的比较表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 首先我们来看 在税率标准上 跨境综合税是6.3%到28.9% 行邮税是13% 20%跟50% 差三种 但是他的最低税率 最低税率 跟最高税率 都比跨境综合税高 好通关方式 通关方式 跨境综合税就是跨境保税 跟跨境直购 但是都一定会磕 行邮税是快递 邮包或是个人携带路径 是走的是行邮税 免税额 各位看一下第三个免税额 跨境综合税是没有的 所谓的没有是什么意思呢 你走跨境电商 每一笔交易都要缴税 税低或税高而已 没有不缴税的 都一定要缴税 但是你如果是走行邮税 在税额在50块以下 你是免缴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如果你卖的商品是 100块人民币 那商品种类是 刚刚我们所说的什么 所谓的奶粉 一罐奶粉你买100块人民币 你走快递或走邮包 到中国大陆 100块乘以0.13是多少 是13块 13块 这个我们称为税额 税额是13块 比照这张图 我们所讲到的 税额在RMB 也就是50块人民币以下 它是免缴税 也就是说 你不用缴这罐奶粉的税钱 它本来应该是13块 但是在50块以下 所以你一块钱都不用缴 因为它没有高于50块 但是如果是在跨境电商 你就要100块乘以9.1% 是多少钱 9.1块 你要缴税 在跨境电商 所以这个也就是 就是刚刚我回答 我回答了 我自己问的问题 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多朋友 常问的问题 行游税 行游税 这三个%这么高 怎么会有人想要走行游税 这是常常一般人会问的问题 差别在哪里 它的行游税 可以有免税额 它有免税额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缴税方式 缴税方式 跨境电商综合税 就像我讲过的 由电商代缴 行游税是一定由收件人来支付税款 通关的标准 跨境综合税就是跨境电商 不惠言就是什么 三单一证 订单支付单物流单跟收件人的身份证 电子信息 行游税走的是什么 走的是要收件人的资料 身份证正反便服役间跟境外的购买评 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 行游税刚刚我已经有提到了 它其实一开始出版的时候 就是你中国大陆人民到境外去旅游 买回来的东西来定义的 所以你在境外买一定有什么发票 它是用海关是用你这个所谓的境外购买 凭证也就是所谓的发票 来认定你所购买的标准的这个金额 这个货物价值 不可能你用口头说我买这一罐奶粉 才买10块人民币 海关说可以啊我也认 但是你要有凭证我才会认 你要拿出凭证代表说 你这个实际上在境外买是多少钱 海关是由这个来定价的 所以不是你说多少就说多少 是要用这个来看 所以要有电子发票 好那第四个 接下来就是路径商品的种类限制 跨境综合税会有一个跨境电商正面清单 来做限制 那行有税呢 里面有行有税表 就像刚刚我给各位看的那三张图 他有分别别列 哪些商品可以进 哪些商品不能进 好业务模式分类 在跨境电商综合税呢 大部分都是跨境电商平台 行有税呢 大部分是谁在走 代购业者或是个人自用 或者是传统的电商平台在用 比如说这边可以举例 跨境电商综合税 天猫国际就是属于跨境电商平台 但是淘宝呢 或是淘宝有一个品牌叫做淘宝全球购 大部分就是用所谓的行有税在走 什么样的行有税 用油包 从台湾寄过去 从美国寄过去 可能都是用油包 或者是用快递的方式进口到中国大陆 好第五个我们做一个综合比较 跨境电商综合税税会比较低 跨境电商平台选择最多的通关模式 这个我指的是跨境电商平台 一般来讲跨境电商平台像淘宝 对不起像天猫国际 海豚全球购 网易烤拉拉 他会走跨境电商综合税 而不是走行有税 那这个所谓的跨境电商综合税 就是跨境电商 他就必须在跨境电商口岸进行通关 跨境电商口岸进行通关 好那行游税 第一个税会比较高 个人代购选择比较多的通关模式 因为他不会去走所谓的三单一正 那都会用快递游 快递必须在海关的快递监管区进行通关 那一般来讲 空运快递 在中国大陆的 大部分的一级城市的机场都会有 像什么上海广州 他们都有空运快递 空运快递过去这些事都还可以走行游税的 这些快递其实走的就是行游税 走行游税 那邮包呢 邮包当然就是由中国邮政进行处理跟拍送 这也是走行游税 好各位可能会讲到说 那对不起 我这个税到底是怎么做比较 快递电商综合税跟行游税 来我们来看下一张表 在这边呢 我们要给各位呢做一下比较 分别别列 各位来看一下这张快递电商综合税 跟所谓的行游税的一个比较表 好 首先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呢 在左手边 是品类 比如说像摩英 食品 保健品 跟居家日常用品 他这个金额是小于小于380块人民币的 少于380块人民币 如果在行游税里面他是13% 380乘以13%呢 还不到50块 所以呢 他税一分钱都不用缴 但是如果在跨境电商综合税呢 他是需要缴9.1% 380乘以9.1%就多少 34.58 所以呢 你要缴的税 电商要付哦 是34.58人民币 好 再接下来 母婴产品 我价值如果大于390块人民币 并且是小于2000块以下 好 那我这边就是用390去算 如果是13% 你算出来呢 他是50块.7 所以你得全缴 行游税上面 你得缴50块.7的人民币给海关 各位这边要注意 可能有一些朋友甚至问过 就说 为什么是缴50.7 不是应该减掉50块吗 50块免税额 对不起各位 行游税的免税额度不是这样算的 不是让你去扣除的 你除非小于50块人民币 就一分钱都不要缴 你如果免税额大于50块人民币 甚至等于50块人民币 你得全缴 得全缴 不是说50块.7 再去扣50 你只要缴7毛 不好意思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好 讲回来 390块的母婴 如果是快递电商中和税是多少 只要缴35.49 只要缴35.49 好 各位从这两个你就可以分辨出来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样的用意呢 我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当你在做商品的时候呢 你其实可以做跨境电商中和税 你也可以做新游税 取决在于哪里 取决在于你在贩售商品的价值跟种类 价值跟种类 为什么这样说 各位做生意 当然我们如果说买卖商品 当然是能够付的成本越低越好 税其实不会也是一个蛮高的成本 所以也就是说 当你的商品是处于母婴食品 保健品的这一类 一个东西 你卖一个组合商品 在380块人民币以下 你可以走什么 走心有睡 你一份税都不用缴 客户也不用缴 如果是390块以上 那我就建议你走快递电商中和税 也就是什么 走快递电商 都要缴税 但是快递电商缴的税比较低 成本相对来讲就会比较低 所以其实这张表 其实要告诉各位什么 不是单单纯纯的做比较而已 而是告诉各位说 当你在贩售商品的时候 你要懂就是行油税跟快递电商动和税 当然往后我们还会再去说明所谓的行油税的通关方式 快递电商的通关方式 在下一谈各位讲 这边最主要是讲什么 你怎么样去做分配比例 以及取舍 哪些我要走行油税 我哪些可以走行油税 在条件的允许下 这这个只是一个简单凸显的选择 以后堂课我们会再讲到说通关的条件 所以你要整个一起来考量 整个一起来考量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 你如果是化妆品 小于100块 化妆品在行油税是20% 是少于50块就不用缴 有50%的 也有50%的 那小于100块当然是50块 他也没缴 那跨地电商动和税要缴 8.91或者是22.869 但是如果说像看他下面下一个 大于等于250 那行油税缴出来就会比较高 众合税缴出来就会比较低 所以还是讲回来 商品价格越低 你走行油税在免税额以下 比较划算 但是你如果是这个大于免税额 你肯定要走跨境电商综合税 比较划算 他走跨境电商综合税比较划算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快递综合税跟行油税的一个比较表 那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课程的地市场的课程也删到这里 很终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